而且我覺得詭異的是這些樹啊 它們是直接都長橫的 就是橫跨這個小路 那當時 住在這間古厝的人 他們每天要回家的時候 還可以像我這樣子 彎腰彎成這樣才可以 欸其實 欸我被順住 因為這邊其實比較高 有時候人要動一點腦 可是這邊有比較好走的路 我是因為倒退走 對啊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你看這棵樹看起來也是長了蠻多年的 它是柚子樹啦 樹會因為那個果實 然後呈現比較低下來 喔對 因為它有那個果實的重量 它就這樣子變成這樣 老公 房子到了啦 這家古厝 他們的庭院種了超級多這種大樹 真的 面向門口的這個光線全部都遮住了 你不要說面向門口 你這樣往屋頂上面一照 上面的蟲啊蛇啊螞蟻也很容易掉到你的屋子 對耶 不過旁邊看到一個寶物 什麼寶物 你剛剛有看到柚子嗎 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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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的人為了怕說就是不知道 到底旁邊有沒有什麼奇怪的東西 是 會特別拿柚子葉沾水 然後念咒語之後開光 就可以看到 我的天啊 真的 所以以前殭屍片裡面演的那種用葉子 然後讓自己開天演那些 是真的有 某些樹葉是有乏力存在的 對 因為它的上面的葉面 沉接陽光 因為葉子很大對不對 對 陽光它今天吸得很豐滿 可是因為相對的它的下面 光就完全照不下去 喔 所以它等於是陰陽兩面 哇所以敷在眼睛的那一面 就是要用陰的那一面 要背的那一面 對 你就可以 比較容易看得到 這個好兄弟存在 恭喜真身 對 恭喜那 真真執行這一關 恭喜娜娜執行第一關任務 你看你就想笑對不對 因為是我做的你就想笑對不對 你剛剛念完觀考名稱 你嘴角就給我上仰 這個照片 盯著超過三秒鐘 你就會騎雞皮疙瘩了 好不舒服喔 你走 拿走 好 現在我們終於執行完 第一關任務了 然後才正式的要進去 這個古處裡面一探究竟 出發 而且你看這邊 好像還有一個獎狀欸 這個獎狀上面寫的是 年國78年 五嗎 78年是30年前欸 天啊這個地方 但是我覺得這張獎狀 才是當時生活在這個 古處裡面的人擁有的 是 如果那個柚子成熟了 它要掉的話就直接是 垂直就掉在地板上面 而且就算 噢 靠北 真的欸 什麼東西 有東西掉在地板上面 真的真的真的 而且是重物 動 一聲 不可能是柚子 這次不是掉在水 這次是掉在外面的水 你地板上面 因為如果是柚子的話 柚子樹是我們一開始進來的 超遠的 而且我們這個路也不是 脅迫 我決定 你深深去拍一下 到底是什麼意思 哇 剛剛那個 動一聲 好明顯 最可怕是 他說聽到外面有 柚子掉到水桶的時候 我們那個木門 也有 蹦蹦一聲 也就是這個 老師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有那麼多 不平靜的聲響 那在進去執行這份任務之前 有什麼要提醒醫生的嗎 因為你發現那個聲音是在 我們平底前後左右 這樣知道 對 所以基本上我想 他應該是很希望 你能夠幫他這個忙 嗯 所以待會呢 幫他擦拭的時候 對 然後我重新的幫他擦拭 好 然後 謝謝老師 那我待會要做什麼 嗯 老師其實有透露注意息了 待會呢 你就要拿著這個臉盆 跟這個抹布 然後床上會躺著假人 你要拿這個抹布 擦拭那個假人的身體 也就是老師說要誠心誠意 從腳 再到頭 在擦的時候 必須要出 我為死的冤魂歸位 死而附身 好 加油